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我怎么就特不喜欢那七少飞呢 我看啊 他没圆圆好 那虽然小时候吧 圆圆跟我闹 可不管怎么闹 感觉还是亲 可不像这孩子 总觉得他 笑里藏刀 是挺怪的 你看 特着他爸进监狱那事 一蓝冷漠 好像无所谓似的 就是 真傻孩子得说的 真有点怕 你说咱家老太太听了都傻了 你看 说起来吧 我心里真有点发虚 那七大龙 那坑那边有门了流氓 你说 这少飞要住在咱家来 他会不会来找他呀 当初他进去 就是因为石头才进去的 你说 我这想起来吧 我这心里就更恶意 是啊 就那种 后背发麻的感觉 不知是不是好兆头 没有 其实 我本来想跟石头说来着 看话到嘴边吧 我说不出来 我反正就觉得那齐少飞吧 他什么都跟假的一样 你说 他一张口啊就 我爸 妈 奶奶 大歪大妈的 整个一次来熟的脚 是 可就觉得生分 你说 他这不拿自己当外人吧 就更脸总握不透了 是啊 走吧 我家吧 梁梁子 嗯 不是我多心啊 你啊 还真得提醒一下石头 他不是给齐少飞 在厂里找了份工作吗 你让他盯紧点 可别到时出什么乱子 丢人哪 苏勤 你这提醒还真挺重要的 你这 那石家一世英明 让他给毁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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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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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吓死我了你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不是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你跟踪我 我是你爸 不可以吗 是我爸你就能跟踪我了 这是 你站住 你干吗 爸 你干什么呀你这是 你 你找 爸你知不知道你这样是私闯民宅 我不私闯民宅 我还不知道你住这儿呢 你 你不是说跟同学住一起吗 这就是同学 这儿怎么会有男人的衣服 好 怎么回事 别管帮我东西 真是的 这小子是谁 这小子是谁 高总 你干吗呀 小吵架是不是 吵架也得说 行 我今天就跟您说个实话 我是交男朋友了 我今天在家的时候 我也跟大伙说得挺清楚的了 我是想征求人家的同意 只要他同意 我就把他带回家去 去跟你们见面 可是爸我真的是求你 你别在这儿闹行吗 你谈恋爱我不反对 可是我得知道 是什么样的人跟我女儿谈恋爱 而且还住在一起了 把他叫出来 我得会会他 老婆子 那你告诉我 他叫什么名字 是干什么的 我总得知道他的身份吧 远远 你好不容易才当上医生 大好的前途在等着你 你不能因为一个男人 毁了未来吧 我真的是不明白了 你是说全天下的父母 都跟你这样的吗 你女儿只不过是想谈个朋友 谈恋爱 你明白吗 我又不是做什么 杀人放火的事情啊 你说你紧张个什么劲儿了 至于吗 我能不紧张吗 行行行行 你要是紧张的话 我跟你说 你应该去紧张紧张 天下掉下来的这个新妹妹 我真的我从第一眼看见到 我就觉得她不是什么好女孩 跟全天两个人 没来眼去的 你真应该好好凑近凑近她 她是她你是你 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我跟你说爸 我丁讨厌你这样 你还跟踪我 今天突然跑到我家里来 你家 对 这就是我家 爸 我真的是 我需要一段真正的爱情 一个真正属于我自己的感情 这是我的初恋 我想好好地保护她 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 我自然就会把她带到家里 什么成熟不成熟 你都有家了 你老爸一点不知道 你万一碰上个坏人 碰上个骗子怎么办 行了 爸 你甭在这擦我这个心了 你应该去操心那个 叫你爸爸的旗上飞 你快走吧 找什么走 我不走 我在这儿 等着见你那男朋友 你快走吧 你回家吧 你干吗呀 我等她 你不走是吧 我走 站住 你在叫我吗 你认识我吗 我问你 那天在我们家互动口 跟我吵架的人是你吗 对 是我 幸会 我叫李北方 我问你 我问你 你是不是跟我女儿远远在谈恋爱 对 那咱们得好好谈谈了 对不起 我认为现在早了点 都晚上八九点了还早 早什么 不不不不 你误会了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两个谈话早了点 今天你谈也得谈 不谈也得谈 对不起 我不想谈 我先走了 你退我 对不起 但是你拉我干什么 你跟我女儿谈恋爱 我拉你怎么拉 我要跟你谈话 对不起 我现在还没有打算跟你谈话 我觉得我们不是谈话的时候 我对你已经很有礼貌了 什么叫不是谈话的时候 你还没想好跟我女儿谈恋爱的事情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我在跟你的女儿是在谈恋爱 那不得了 可是我没有打算见她的父母 你没打算见她的父母 你的意思是你娃娃罗 如果不是娃娃 为什么不敢见她的父母 为什么不敢跟我谈话 你是个流氓 我觉得我们没有共同语言 对不起 我要先走了 哪儿呢 对不起 我对你已经很忍耐了 你这样对我拉拉扯扯 阻止我回家 在法律上已经构成了对我的骚扰 法律 又要跟我打官司 第一次在我们家胡同口 你搂着我女儿就要跟我打官司 现在你跟她住一块儿 还想跟我打官司 要打官司是吗 好 我报110 随便 你以为我不敢 你敢的话你现在就打 我为什么不敢 因为那会很丢人 是你丢人 要理吗 爸 我报警 有人非法通知 才多大点事啊 你们就打电话报警 这不是浪费警力吗 怎么能乱打电话呢 多大的人了都 家庭问题解决不好 工作也干不好 还有你小姑娘 你现在才多大呀 就在外边租房子 你爸能不担心吗 快点听你爸的话 跟你爸回家 走吧 走 小心 爸 你走 走什么走 要走也是他走 在他走之前 我还得跟他谈谈 扭什么头 我说了 咱俩得谈谈 燕燕 你先回去 我不走 要他我们一块儿谈 我不允许你一个人跟他谈 来 小贼 打开天窗说亮话 你想对燕燕怎么着 是真心实意地对他好呢 还是只想麻烦 爸 他是我闺女 我是他爸爸 我有权知道 是个什么样的人 再跟他叫吧 你想知道什么 我想知道 你今年多大年纪 在什么地方出生 父亲母亲是干什么的 你是干什么的 我还想知道 你家里有几口人 最好能告诉我 你从小学到现在的履历 是不是党员 家族里有没有什么遗传病史 问你话呢 你笑什么笑 我只是觉得 这样的问话 只是会在警察局里出现 或者是律师问我 对不起 史先生 你没有权利问我这样的问题 你说什么 爸 爸 李北方从小就在美国长大的 你 我求请你你回家行吗 你给我点面子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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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冯元 没你这么胳膊肘抄外拐的 没关系 元月 我不会介意的 上小学的时候 入过少先队吗 中学入过团吗 现在是不是党员啊 爸 我刚刚不是跟你说了吗 人家是在美国长大的 美国有少先队吗 美国没有少先队 但是也有模范青年呢 也有先进个人呢 我们家在意这个人 元元他爷爷 虽然是个木匠 但是厚道老实 街坊邻居都尊重他 我还是公交战线上的学习标兵 爸 你能别说了吗 不给他讲讲咱们家的辉煌 这小子还以为自己了不定呢 我是年年拿奖状回家的人 我们家 也年年被评为无好家庭 一个人 要是连点荣誉感都没有 那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思 好 好 好 世先生 真的 你说的很多话我都听不懂 真的 对不起 但是我终于明白你想问什么了 可是我对你的问题不感兴趣 真的 如果你非要让我回答你的问题 我的律师会来回答你 我抽你呀 爸 什么意思 抽你 揍你 打你 爸 什么 你要打我 我 你如果敢动手 我的律师就会来找你 不是 你今天是第二次跟我提你的律师了 你记错了 我是第三次收 你的律师有什么了不起 让他来 你们俩一起上 看我怎么收拾 简直不肯礼遇 不是 你们能不能别吵我呀 别吵了行吗 你给我滚 你永远撑不了我们十家的女婿 你给我滚 滚 咱们这不活 咱们到龙下比划比划 你不光是不肯礼遇 你就是个疯子 你神经病 大傻貌 你说我什么 傻貌 大傻貌 你简直就是一个疯子 你别走 你别走 我说 我就不明白了爸 你为什么带他就像看他一个仇人一样 我走行吗 我滚 我跟他一块儿滚 媛媛 爸 爸我已经离开不了的了 我爱他 北方 北方 你听我跟你解释 我爸他其实是个好人 他就是一根真正的 你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 北方 媛媛我们分手吧 你干吗呀北方 你别跟我开这种玩笑行吗 真的 我们分手吧 不是 这里面是有误会的 我现在真的是一句话两句话 跟你解释不清楚 就是因为你的父亲 他竟然叫警察来找我 他还想打我 可是你前一分钟还跟我说什么是爱情 你现在却要逃跑吗 真的 我们还是分开吧 你别这样行吗 这真的是有误会 你知道吗 我爸他是为了我好 但是我爱你 这跟我爸完全是两码事啊 这些我都知道 可是我来中国这么长时间 我从来就没有和警察打过交道 你知道的 我做任何事情都要想想 这合不合法 可是就在刚才 警察居然来到我的家里 用我 我怎么样处理家庭关系 我和你还没有结婚 他们就会问我这样的问题 这在美国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你知道吗 这会影响我个人的信用记录 我的信用会受到质疑的 你怎么会这样啊 刘悦 这我们还没有开始就结束吧 彼此留下美好的回忆 我要在一起了 北方 你别这样行吗 我太 我对不起 真的我 我特别对不起你 但是 但是我爱你 现在说这些都没用了 我的心已经受到伤害 媛媛你知道我为你付出了多少吗 我因为你 没有工作没有住处 我找不到工作 我受够了 我烦凑了 我 你以前不是跟我说过 你最讨厌女人跟你说 为了你做什么吗 你现在却对我说这样的话 对不起 我说回 别走 媛媛 让我们都冷静冷静 好吗 我现在心里非常不舒服 我想一个人待着 对不起 别走 媛妇 好 好 我马上来 什么事啊 电话里听你声音不太对 他离开我了 谁 弗兰克 就是那个 你要跟他结婚的人 为什么 因为一个女孩 这个傻蛋 他不傻 那个女孩比我年轻 那更是傻蛋了 我不是说的 你做什么事啊 我给你做什么事啊 你做什么事啊 他用来说 你做什么事了 没有提出离婚 离婚 我把我结婚 去去 打岔 你说 后来我回中国发展 我觉得自己年龄大了 也该成个家了 我就把他叫来中国 他也来了跟我一起工作 可是我向他提出结婚 他 他拒绝了我 等于是你叫他来中国 我帮他找了工作 飞机票也是你出的吧 结果 鸡肥蛋打了 实得宝 你 那 他都承认了吗 弗兰克是个很诚实的人 他从来不过跟我说谎 可我分手的时候 也跟我说得清清楚楚 其实之前我也知道 他在外面有女人 可是那个时候 我不想点穿他 我原以为他在中国会离不开我 因为他除了我就不认识第二个人了 可我真的没有想到 他不仅离开了我 还辞职抛弃了他的事业 我就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男人 这甩我甩得干干净净 居然 跟我分手的时候还 说特明白说 说什么 他爱上了别的女孩 那这小子 就不是个傻蛋 是个混蛋 好了 别难过了 你跟一个混蛋败了 有什么可难过的 别难过 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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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我要怎么劝你 你才能好过的 你 杜宝哥 你 你 能不能 你说 你说 算了算了 你看 只要能帮你 一句话 我能做的 全力去做 能不能帮我跟踪弗兰克啊 什么 能不能帮我跟踪弗兰克 跟踪 不行吗 这事我干不了 你想 为个五大三粗的人 去跟踪 这活怎么能干 这活干不了 真的 你想啊 他是犯了什么案 留公安局 他要是偷鸡摸狗 又骗警管 我算什么呀 你说我一个大老爷们 留门缝 挺墙根 去翻垃圾来 这我怎么看得了 你刚谁说的呀 说只要我开口 什么事都能帮我 你忘了 你们男人都这样出尔反尔 小点事 我不是出尔反尔 别的事我都不能干 可这一事 我真干 真的 你干什么干 老小马 你 画个方案 能不能换解别的事 你走吧 你走啊 你这么难过 叫我怎么走 你赶紧走吧 板凌要看见了又该误会了 那你别难过了 你走啊 你 我陪陪你 不用了 走啊你 你 别的事把我还能干 你跟踪这个 我确实看不了 我走 走 你有什么事打电话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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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梅云 喝口水 你爸什么时候回来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 怎么了丫头 就是烦死了 你都不知道我爸今天有多丢人啊 他跟我跟踪到公寓去了 然后看见我跟我男朋友住在一块 他就把我男朋友给骂了 你都不知道当时那长面真的太丢人了 最后把警察都招来了 这叫什么事啊 你说他怎么 这个老东西 本来我跟我男朋友 我们俩之间感觉真的特别好 特别稳定 就是因为他今天这么一闹 我今晚就是想要找他谈的 你必须得跟我男朋友道个歉 对吧 你得给人一个台阶下 我们俩才能继续下去 你说是不是 他想不道歉呢 我一会儿就不回这家了 别别别 媛媛 千万别说这点话啊 你爸爸呀 他也是担心你 这当爸爸都这样 但是 你说他也不能跟踪女儿啊 他也不尊重人了 别着急 回来我说他 我明天就让他去道歉去 实在不行 我替他去 他哪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不知道啊圆圆 圆圆啊 要让阿姨说呀 你今天 先别跟他谈了吧 你俩都在气头上呢 能谈出个好结果来吗 对不对 你今天先早点睡 回来我先跟他说说 然后明天 你再看怎么跟他聊聊 好 行 奶奶这会儿应该是睡了 你要是不介意的话 跟邵飞集集 我不介意 没事 行 那就赶紧睡吧 你说这个老东西 他就是越老越糊涂 你跟我妈说话我听见了 你跟我妈说话我听见了 你跟爸吵架了 你赶紧先睡吧 我再看个书 你跟我说说拳子呗 他长得可帅了 他有女朋友吗 你是不是想打拳子主意啊 我告诉你没门 他可是我弟弟 他现在还是我哥 那也不行 我告诉你 拳子在这个世界上 是我最在乎的亲人 你稍打他主意 要不然我对你不客气 不客气 真动起手来吃亏的没准是谁呢 我要没两下子 能进去待这么久 我现在好不容易出来了 我就想好好谈场恋爱 好好享受手 你爱跟谁谈恋爱跟谁谈恋爱 就是不觉得打拳子主意 姐 我没打他主意 我觉得是他打我主意 吃饭的时候 你没看见他看我的眼神 加一块肉 加三次都没夹住 这会儿他心已经全乱了 我看你 拳子才不可能看上你呢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拳子喜欢的 是好女孩 好女孩 这你就不懂了吧 这好男孩都是为坏女孩准备的 像他这样的 乖乖女健多了 碰上我这样的 你给我一天时间 我给你打包票 把他制得服服帖帖的 我让他往东他不会往西 我告诉你欺少飞 我再警告你一遍 你要敢打瘸子主意 你信不信不打你 你敢打我 你要敢打我 这家以后就炸锅了 好 回来了 你怎么还没睡啊 等你呢 你是不是跟圆圆吵架了 你怎么知道 孩子哭着回来的 说要跟你谈谈 不谈 是 不谈 我哄着他先睡了 但无论如何明天 你得跟他好好聊聊 孩子现在长大了 不是小孩了 你没看他找的那男的 大脸 大赛帮子 开口闭口跟我说法律 圆圆要整个得好 我气都气死了 圆圆现在就算找个王子 你也气死了 那当爸爸的痛病这是 老师 你可不许这样啊 女儿大了 还要谈恋爱 结婚 嫁人 这是她的必经之路 你不能这么拦着她 咱都是过来人 对不对 咱小时候那看上了谁 不是也是一根筋吗 再说了 这两个人好 在一起 如果正常着走呢 慢慢慢慢地 发现了缺点啊 优点啊 不合适 她可能就散了 像你这样 横加干涉 你这完全把孩子 给弄得逆反了 那她看不见她的缺点了 你等于把孩子推出去了 明白吗 你这么一说好像有点道理 毕竟孩子不是亲生的 管起来总是那么理不知气不壮 你亏心不亏心啊 你还理不知气不壮 你去骂人家男朋友 你跟踪人家 你还去报警你 别动手 你比那亲爹够分十倍 知道不 反正要闺女不合算 到头来都是给别人养的 你说这钱还黄 零了零了怎么找上我了 东东这一辈子多大麻烦 是是是是 大晚上的 别喊钱还黄 小心她回来找你算账 别说了 你那没说我身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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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呢 你干什么呀 你吓死我了你 这就被吓着了 打脸没多大呀 大半夜不睡觉 你坐这儿干吗呀 睡不着 观赏一下夜景 我发现你们这小院不错 十方元 我觉得你家也挺好的 人多热闹 什么意思啊 我以前吧 一直都是一个人流浪 没跟这么多人一块儿待过 到现在吧 就剩下恨了 我就恨我爸我妈为什么生下我 生下我又让我遭这么大罪 我妈还抛弃了我 你这么说就不对了 人百年阿姨都说了 她压根就不知道你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她跟我爸结婚是我撮合的 我太了解她的为人了 她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善良的女人 不然我也不会同意她俩结婚呀 你这么说就没劲了 没我 他们到哪儿去抒发他们伟大的富爱母爱呀 说到底 人都是自私的 你这么说才没劲呢 这社会上的人本来就都是自私的 人不畏己 天出地灭 我打小懂这个 我这真是跟你们没共同语言 喂 你跟我妈说的话我可全听见了 你爸反对你跟那男的好吧 要我说呀 你就离家出去走得了 生米煮成熟饭了 你挺着个大肚子进这家 我就不相信他们还能把你赶出去 齐少飞 你太有心机了你 你也太有心眼了 是够毒的 这就毒了 这才刚开始呢 不是 那 以后你还想怎么着啊 以后 过一天算一天吧 日子长着呢 你听说过 农夫与蛇的故事吗 这你可抬举我了 你是想说这家人都是善良的农夫 我就是那毒蛇 他们把我捂热了 结果我把他们都咬死了 是这意思吗 你还挺有点自知之明的啊 可你得知道 这蛇的毒性它不是一次的 它永远都有毒 咬着了 就得死 这是比我想象中还要可怕 师傅 师傅 老建问一下 那个石头宝在吗 他上午没来 说家里什么上坟去了 下午过来 那行吧 那快中午了 我点等会儿 你是小孔吧 老孔鸿木的掌闻人 是不是你 你还能认出我啊 年轻有为啊 那那那你也不简单 马上掌吧 我就说嘛 能把我认出来 那肯定是马上掌 什么情歌 没有 我来找石头宝 下孔了 你们不是到我这儿来挖人的吧 要是那样就太不厚道了 虽然我们现在厂子效益不好 可是你们敢这样 到厂里来挖人也太过分了 我告诉你们要真这么干 那我们就只能 喝凉茶就萝卜 满地爬了 你看马上掌 你这话说的 我这回来啊 就是想看看这个石先生 这不 他跟我们家老爷子有来往吗 我就想来跟他交个朋友 他们家在哪儿我也不知道 就找厂来了 跟你爹都成朋友了 没想到啊 他也是个吃里扒外的主 王上 老师 正好 你当着老孔鸿木的人说清楚 他怎么找你都找到厂里来了 怎么回事 是 师傅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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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那个老孔鸿木的小孔 我们家老爷子老提起您 说让我到这块跟您交个朋友 这 我一到这儿 我就把底儿全都跟马厂长交代了 他以为我来挖墙角呢 什么叫以为啊 你这明显跑上抢人来了 别急 别急 那个 小孔啊 当着马厂长的面 我跟你说清楚了 我是不会离开这个厂子的 厂子在 我在 厂子不在 我也在 明白了 那 那这儿我 我把名片 给您留下 我后会有期嘛 我今天呢就是过来看看 这出身名门世家的就是乌鸿 您看您身子正 影子更正 怪不得我们家老爷子那么喜欢您 那个马厂长 您也别瞎想 没事 我去 真是来见试试 那 那你忙 我走了 好 好 好 回头找您喝酒 好 好 好 走吧 来 老师 跟我交个失礼 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没有 我是那种人吗 你不是那种人 你跟他爸都成朋友了 他都告诉我 他爸跟小曹住一个伺头院 我给小曹打家具那几天 没事就跟他爸聊了几句 就这朋友 我看这小子不是什么好人 今天跑这儿明显跟我示威来了 我没听过来 好 这儿明显 好 这儿明显 你还要打架是吗 我自己要打架了 你这儿明显 我已经在桌架了 你还要打架呢 他把他还要打架呢 你还要打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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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就把他给你 你还要打架呢 我还不能去 怎么了 万一那小孔没走呢 那我更说不清楚了